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轨的事故 那么事实上呢原本呢这个李逸祥呢事实上呢是被这个地方法院呢裁定50万元交报 但是呢检察官不服提出抗告 那么这个这个高等法院的花莲分院呢也做出了要求地方法院重新裁定 那么在今天傍晚5点半的时候 地方法院召开了这个家庭 那么大约经过两个半小时的时间 结果终于出炉 那么这个地方法院呢则是认为说呢 这个李逸祥其实他有这个串供的之余 因此呢裁定积压境界 而刚刚稍早平长的最新说法对你才关心 台湾高等法院花莲分院撤销发回本院所指摘的事项 不管是在要件的有无理由的充分与否 还有那个替代性的处分是不是适当 这一些我们都会详细审酌 再加上那个检察官历次都有提出一些资料还有说明 所以我们重新审酌审酌眷内各项市政的结果 然后我们裁定被告与集压 今天是否有提出什么新的资料 这个部分因为仍然要跟各位报告的是 这一件事现在人在检察官侦查当中 依照侦查不公开的规定 有关细节还有其他案情 我们没有办法一一跟各位指引 好可以看到对于这个理想象最新就是裁定这个积压禁件 那么现在呢是包含地方法院这边也认为说了 最主要有几个原因 包含这一次的一个相当严重的出轨的一个事故意外发生 那么事实上还有相当多的部分都需要厘清 包含施工厂商从上游到下游 不管是施工或是监造到最后发包的部分 其实都还有很多地方都还没有来对外来厘清 那么另外一部分呢 事实上我们可以知道理想在这一次 虽然说他是这个一厂工业社的一个负责人 但是呢现在外界有相当多的疑点还没有厘清之外 那么因此呢在这一次地方法院最后呢是裁定积压禁件 那么从这今天开始将积压两个月 而有最新消息 所以谁会你掌握 再把时间交换棚内